谈高音维塔斯最近进入到了花木兰剧组 我们来看看他饰演的角色吧 经过一个小时的改头画面 维塔斯以披肩长发 白跑裹身造型来到现场 远看有些虎背熊腰 而走近一瞧 一个绿色发夹还遗留在头套上 面对镜头维塔斯按照惯例 用中文背诵起招呼语 你好亲爱的 但这样的友好气氛 在接下来真正的采访环节中被打破 当时维塔斯不见踪影 只有经纪人直面媒体 我们跟本人点音的制片人 前合同的时候我们都打印了 维塔斯参加拍摄的时候 不受什么采访 为什么呀 虽然对维塔斯拒不接受 任何采访的铁律有所耳闻 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十几家媒体 依然希望撬开他的金口 几番争执之下 现场积分一度紧张 维塔斯在中午都没有接受 维塔斯直接采访 这又不是 维塔斯在中午都没有接受 维塔斯来这拍一下 维塔斯回到采访间 有意思的是 虽然所有问题都围绕着他 发言人们也说得起劲 但这屋里唯一的主角 却只有干瞪眼的份 偶尔周围木偶也会摆动一下摄像机 或对着镜头放放电 聊一打发时间 不过当谈到维塔斯如何学习中文 念出台词时 他出人意料地插上一嘴 虽然这回答是牛头不对马嘴 但亲切态度最终扳回十分 一进入片场 维塔斯就想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 不管认不认识的人碰上了 他都要热情一把 没多久 美术组更是被这个外来客完全征服 他对他这个发型满意吗 满意的不大俩 他的美气是说 你们很棒 我爱你 他只会说这句东西 对对对 你对他什么感觉啊 还很可爱的 连女一号赵薇 也对这位国际友人十分期待 原来是没有的 但是鉴于我表现非常好 所以加了一场 由于天气原因 维塔斯原先在室外唱歌的戏份 被临时取消 而关于这个角色的细节 剧组也是三肩其口 最后还是赵薇说漏了嘴 捅出了维塔斯的真实身份 维塔斯利用他的美好的声音 他演一个歌者 一个俘虏 角色还有剧情方面 就暂时不能透露给大家 我放心我已经透露过了 没问题 先雨了在线宁夏迎川采访报道 再来